前面的那個室內運動場的話 他其實也是在地下的生活 參觀越南台商辦的國際學校 李嘉芬職業病 什麼都問 什麼都看 在台灣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如果要做分組教學 家長就會叫 李嘉芬的教育專業交流之後 會跟韓市長討論嗎 今天的一些想法 會把他帶回去給韓市長 當成他的教育白 沒有 就是因為有國政 也有國政顧問團 但是就是看到的一些心得 因為廖老師有來 對 廖老師 他就是國政顧問團的成員 議員馬上解圍 就怕敏感議題再被解讀 是服務人幹證 因為綠營緊抓服務人 幫議題窮追猛打 其實我覺得 關心國內的事情 其實是台灣其實老老少少 都是共同會做的工作 那我們其實還是一句話 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 這是我們一定要堅持的 李嘉芬婉轉回答 他跟台商互動精準到位 甚至有蔡政府的喬務委員 公開力挺韓國瑜 越南頓往募款箱裡面放進去 韓國瑜後援會成立大會 有三百多位台商參加 被視為偏綠的越南台商圈 李嘉芬把妝意味濃厚 李嘉芬在越南也會幫韓國瑜出協一場 小後援會的成立大會 除了要拉攏台商的支持之外 銀彈也很重要 所以在桌子上面 每個位置都會放了一張這樣子的捐款單 希望台商出錢出力 李嘉芬首次幫韓國瑜出訪國外 展現政治手腕 韓國瑜國內顧基層 李嘉芬國外幫外交 凸顯韓式夫妻選戰分工 TVB的新聞 中程採位越南採訪報導 中程採訪報導 中程採訪報導 中程採訪報導